- 没想到达拉斯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 就可以跟马赤的怪物状元胜利班马 Diktor Wenbunyama来做交手 那今天绝比跟你一起看篮球 就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马赤与独行侠的开机第一站 角落了什么内容 板马到底有没有料 而马赤还缺少什么 那达拉斯这边又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那马上就来讲讲法国的怪物状元 Diktor Wenbunyama 他的天赋真的不用再多加赘述 他可以在执行掩护后 直接接球投射三分 也可以执行运球 创造三分出手空间 又或者说天生就拥有投射三分的空间 然后在中距离跟内线都具有升高优势 要直接拔起来投射或者接力灌篮 基本上都不会被干扰 攻击范围遍布全场 但这些都仅可以是面框攻击 只要遇到碰撞对抗 他的力量明显还是不够的 面对Gran Williams 他完全顶不开 并没有办法磨到他可以翻身跳投的位置 而除了背框这个点以外 就是对裁判尺度的适应 快速累积过多的犯规 让他今天只打了23分钟 虽然高效率的用6成以上的命中率 拿下15分 还有外带五篮板两助攻两超杰 但仔细摊开那些犯规都是不必要 而且没意义的犯规 如何控制好自己的犯规 也会是他新的课题 但至少这个状元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颇存的 那再继续讲讲马赤 去年西区卢主 会因为一个超级新人状元 就变成超级强队吗 当然不可能 就算POP老爷子再怎么神奇也不可能 开局马赤行渊流水的进攻确实是他们的本领 优异的战术执行扎实度 配上达拉斯开局奇怪的调度 真的以为马赤要打爆达拉斯了 但当比赛开始需要替补轮替 团队卡弹 需要更多个能能力的时候 马赤深度不足的问题就跑出来了 这个时候打最好的是谁 就是Devon Vassel 他是目前马赤正宗个能能力相对较差的球员 但他到目前为止终究不是明星等级的球员 马赤正宗也没有这种类型的球员 导致比赛在最后关键时刻 仍是在跑战术寻找机会 而不是把球留在球星手上 让他创造最大的可能 当然马赤确实多点开花难以防守 但关键时刻就是需要有球星跳出来扛着比赛 而马赤今天的败北就是在达拉斯防守上井发条后 找不到那个关键的明星球员 这也让我相当好奇 马赤的下一步会怎么做呢? 那接着就回来讲讲达拉斯 KID的先发阵容真的是跌破我的眼镜 比赛内容也是跌破我的眼镜 不管是根据热身赛的表现还是过去的表现 我都不觉得Derek Jones Jr.跟克雷巴在目前达拉斯阵中是先发的人选 DJJ虽然是属于大型侧衣的身材 但却仅拥有身材并没有很好的团房观念 甚至连单房都算普通而已 配上克雷巴普通的护框能力与站位来当最后一道防线 还要大量帮Luka与Ervin这两个相对需要协防的主攻手插屁股 结果就是差点在第一节就被马赤打爆 那个防守真的跟指弧的一样 交代不清 协防站位不对 要换防还是要还原 统统没讲好 老实说我真的没看懂KID这样的调度是来自什么样的想法 好在下半场把上述两位球员的上场时间缩短 让我们自家养成的Gurin跟新人Lifely2达了更多的时间 很明显地在攻防两端他们都可以做到并且做好更多事情 Gurin下半场三分命中的100% 而Lifely更是让我惊艳 下滑跟进的脚步与节奏明显比夏季联赛更加进步 虽然跟Luka那种鬼魅般的传球角度还无法适应 但相对紧他的空街吃饼已经相当得心应手 让他的体能天赋可以在两只卫饼手旁尽情挥洒 而且极佳的拼劲 飞升扑扣 飞升扑就 还有在地板上的拼墙真的是充满年轻的气息啊 虽然他的天赋绝对不可能比上班嘛 但他确实是达拉斯近年来最具有天赋的内线常人 KID叔叔真的要多给他一点时间啊 那大家最关心的双子星 Luka与Irvin的搭配呢? 老实说看到比赛结束了三分钟前 我真的是看不太懂说好的两人合作在哪 两个人只要同时在场上 就会轮流看对方表演 Luka还是会用他熟悉的挡拆做起手势 而且不是找Irvin打挡拆 Irvin大多还是在旁边 拉开空间 而反过来当Irvin启动时 Luka大多都是在底角看对方表演 而且基本上他在那里也拿不到球 我知道今天 Luka还是拿下了33分 持助攻13篮板的大三元 但这其实是他跟Irvin 各自扮演单核所打出的数据 真的要说他们的掩护配合 或者流动配合真的是很少 而且到最后三分钟 其实Luka用自身的吸引力送给Irvin一个三分机会 还有一个抄截后的快攻助攻 让两者有连线的感觉 但追根究底正仍是偏向机遇战的配合 而不是真的有战术设定上的配合 有看似他们想要来弄几个挡拆来配合彼此 但真的是没有在节奏上的 确实在整场比赛的过程中 让两只球星轮流带队是很棒的选择 但在开局跟关键时刻 这两只球星必须同时放在球场上 那如何整理好这两个球风相当久易的球星 真的是KID需要来伤脑筋啊 经过了一个夏天 我真的没有看到什么样惊奇的改变 而最后为何打拉斯赢球了 就回到我上面说的关键时刻球星的主宰力 卢卡用个人能力的后撤步 投进了SARS比赛的关键三分蛋 这就是打拉斯所拥有的球星价值 也就是圣安东里奥目前所缺乏的东西 但反过来说 打拉斯也缺乏了圣安东里奥的战术与观念包覆 要不是今天的比赛有进入到关键时刻的拉锯战 打拉斯的球星价值也无用武之地 KID的叔叔真的要好好思考 调度的谨慎与战术的设定 不然随着赛季的进行一定会遇到更多问题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喜欢我的影片请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啰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